好玩的地方就是 音樂結合的魔術 我穿越了時空 是否改變了這些大師的作品 給他們靈感 在精緻華麗的建築中演奏鋼琴 周杰倫新歌最偉大的作品 上線後突破千萬觀看次數 這也是周董史上最貴MV 製作費高達一千三百五十萬元 拍攝過程可不容易 那些舊照片 當時很多人 圍在樓梯邊上看表演 我就在想 如果把一台老鋼琴 放在沙瑪麗丹的頂上 然後我在那邊演奏 就這樣穿梭時空回到過去 這樣不是很酷嗎 在巴黎一百五十二年歷史的 貴婦百貨沙瑪麗丹取景 特別將鋼琴租借到拍攝現場 醒來大吊車吊掛到頂層 再緩慢垂吊下來 這也是百貨第一次外借給歌手拍MV 從搭景拍攝拆景時間緊迫 忘不打冰箭的地獄 我會把柱子的王座 原來是周杰倫2016年 前往當地拍攝 告白氣球MV時 注意到正在整修的沙瑪麗丹 而MV中還有其他的熱門景點 藍色列車餐廳 帆登廣場園庭咖啡廳 動員20位林彥 將近50位的幕後工作人員 這回新專輯在大陸多個平台 開放預售後數量突破百萬張 台灣首批五萬張 預購七小時銷售一空 60小時進帳了3.6億 歌壇天王 霸戲回歸 專輯銷量也是天王等級 TVBS新聞上面在宏廷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